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百合 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成年人最好的社交方式 一半一半 一起来听 一半是理解,一半是算了 前阵子,朋友跟我说起一件事 他和团队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方案 被自己的项目经理抢了去 朋友满心愤懑 要去找经理讨个说法 却在路过茶水间时 听到经理在小声打电话 抬眼一看,经理正在悄悄抹泪 后来朋友才得知 经理家中母亲病了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他情急之下才抢了自己的功劳 只为了那笔丰厚的奖金 过了一段时间 经理竟然主动找到他 把原属于他的提成 全数还给了他 兄弟,我对不住你 我现在要这些钱也没什么用了 经理沉默半想 才哽咽着说 自己的母亲 前段时间已经因病离世了 朋友在看眼前 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 头发几乎白了一半 整个人仿若霜打过的茄子 粘下去了半截 朋友说 在那一刻 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黑暗时刻 虽不能达到感同身受 但是内心已全然释怀 一位作家说 宽容不是一种道德 而是一种基于对世界 对人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 了解和体谅 每个人活在世界上 各有各的心酸 各有各的难处 理解别人是一种善良 说一声算了 是一份宽容 一半是积极 一半是随缘 曾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 你生命中有过很费心经营 却无疾而终的感情吗 有个高赞回答说 不仅是有 而且很多 小时候 以为什么事情通过努力都可以得到 长大后才明白 人生聚散 最是难以安排 人生这条长路 有遇见就会有离别 不对等的关系 自然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选择不同 自然会走向道路的两端 人生是条长长的河 无论我们从哪个时段汇聚 最终会流入不同的河道 走上自己的真诚 成年人的世界 一半要积极 一半要随缘 用心经营关系 才能让情意随时间越发纯厚 失去的朋友 也无需伤怀 要感谢彼此曾经共度的时光 原来时珍惜 原去时释然 一半是淡然 一半是静默 人们常说 看清一个人 不必翻脸 这并非是隐忍 而是一种智慧 成年人的成熟 一半是淡然接受 一半是学着静默 对我们好的人 尽力回报 用心珍惜 对那些不好的人或事 无需理会 自己默默强大 余生 不必将太多人 寝进生命里 人到了一定年纪 是往回收的 收到最后 三两知己 一杯浅茶 所有的社交 本质都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活 人生路上 有些感情 半近半远 有些伤害 半放半忘 关系 总是有远 有近 人情 总会有浓 有淡 学会 看淡得失 远近随远 爱恨 随意 从此 看淡人情 反复 在随缘中 安守生活 小学生